关闭部分的登机门 对我们商业设施来说 是完全没有注意的 因为部分的设施本来就是关闭在诊件 那对我们商业来说 我们也没有减少成本 现在我们目前在不裁员的倾向 是把部分的员工 嫌到别的单位服务 那以现在机场的状况来讲 运量屡创新低 像前天入境在第一行下是零 我们商业的收入在零收入情形之下 所有要照顾的员工 大概一万名以上 这样对我们的劳工来讲 人心惶惶 他们不知道这个工作能够保障多久 我们业者也不知道 能够继续是不是撑下去 我们当时透过处餐法 跟财务出租办法 来得到这个经营权 跟政府签订合约 每年缴交机场收入 230亿的47% 将近108亿 那我们这样的缴交这个 这个权利金跟租金 当时的预估是在 4800万年酝酿的人次 也就是每天应该有131500 现在连1500都不到 13万人已经不见了 未来在哪里 我们真的看不到未来 希望政府能够协助 跟大家 spann 非常激 gr硬 引人根 cost maioria在沙尔之城 可以还可以 划击 把预付 吉他 帮助 感谢观看